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 2021 年的第一期 每周 360 我是小明 所以今天就让我来为大家分享 上一周车谈所发生的重点新闻 第一则新闻 Toyota Corolla Altis 将会在泰国推出升级版 根据泰国媒体的消息 Toyota Corolla Altis 在当地 因为在销量方面是远远落后 Honda Civic 的 所以泰国的Toyota 就决定为 自一款系绳的轿车推出升级版 那这一次这个泰国的 Corolla 升级版 其实它们主要是focus on 配备上面 像是它们这个MID 版本就会加入 Toyota显示器 以及把原本的 N1mm 换成 7 吋的 Digital Meter 同时也会导入手机无线充电插座 以及定速巡航等等的功能 这其实和我国的 Corolla 是差不多一样的一个配备啦 至于在动力部分 它们也是没有什么改变 目前泰国市场的 Corolla 是拥有 三种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 1.6L 的 Dual VVTi 智能进气引擎 1.8L 的 Dual VVTi 智能进气引擎 以及 1.8L 的混合动力引擎 而这个混合动力引擎也是东南亚想首见 除此之外呢 这一次这个升级版的 Corolla 也会最佳被称为 GR Sport 的运动版本 那这个GR Sport 应该就是和欧洲市场的 Corolla 一样的同一个运动版 整体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年度的升级版本 只不过在动力方面呢 如果要换引擎的话 可能就要等到小改款的版本的出现了 不过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我国的这个 Corolla 其实是从泰国进口的 所以这个传说中的GR Sport 车型 很有可能也有机会来到我国哦 你会期待吗? 第二则的新闻 Mazda 的全新引擎将会在 2022 年正式生产 那之前Mazda 在他们的这个年度报告中 就已经透露了 他们将会拥有全新的这个六缸引擎 以及全新的后驱平台 是让我们感到期待不已 而这一回呢这个日本的媒体啊 日经新闻的报道呢就透露了 Mazda 很快就会投赏他们的这一具全新引擎 据了解这一具引擎呢 将会在Mazda 的三口线防腐工厂 生产线生产 那据了解啊 这个所谓的全新引擎啊 分别有三种 那就是 3.0L 以及3.3L 的直列六缸 Skyactiv-X 引擎 还有全新的 Skyactiv-D 柴油引擎 同时呢 这系列的引擎也会支援这个Mail Hybrid 也就是48V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以符合越来越严格的这个拍费标准 那这些全新的动力组合啦 将会出现在传说中的 C1代 Mazda 6 还有这个全新一代的这个 CX-5 也就是传说中会被命名为 CX50 的全新 SUV 而且重点是哦 这个3.3L 的 Skyactiv-D 柴油引擎 对 没有错 这个柴油引擎它的排气量也是3.3L 它的最大马力将会达到285PS 分子扭力更是高达600Nm 那么多 看起来在这个动力表现上 其实是蛮让人期待的哦 哇 如果以上这个消息啦 是真的话 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全新的 CX50 啦 将会和这个 Mazda 3 一样 在这个定位上出现一定的提升 也就是更加的 Premium 不过呢 Mazda 未来的计划啦 还是有分成大和小 也就是说 Mazda 并不会完全放弃 这个售价比较低 比较清明的车型 但是呢 进军高端市场 是必须 是一定的了 接下来这次新闻呢 就是本地新闻了 那就是 全新一代的 Isuzu D-MAX 现身我国测试 其实早在去年啦 Isuzu Malaysia 就已经表示说 这个新一代的 D-MAX 将会在今年 来到我国市场 而不久前就有某个这个 Facebook 的专业 就捕获了 这个全新一代的 D-MAX 在我国的叠照 而且既了解了 这个地点还是在 Perkan 也就是个 DRB HICOM 工厂的附近 这意味着什么呢 很有可能这一台车 将会以 CKD 的方式 在我国进行生产 那在这里我就和大家复习一下 这个新一代的 D-MAX 的详情啦 首先它是采用这个名为 Dynamic Drive Platform 的全新平台打造 这个平台以 980MP 的高杠才打造而成 除了更为坚固和耐用以外呢 重点是它有轻量化的特性 也让这个新车的重量 进一步减低至 20,020kg 相比起上一代的 D-MAX 是足足的轻了 20% 那么多 至于在这个动力配置的部分啊 根据我们太规的这个新一代 D-MAX 来看呢 它是有两具引擎可以选择的 首先第一具呢就是刚刚登入我国不久 代号为 RZ4E 的 1.9L Blue Power 才有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可以产生 150PS 的最大马力 至于峰值扭力的则是 350Nm 至于第二具引擎呢 则是代号为 4GG3 TCX 的 3.0L 才有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可以产生 190PS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 450Nm 那这两具引擎呢都是拥有这个六速手排 还有六速的自排变速箱可以选择的 不过相比起来啦 我觉得外形还有内装才是这个全新一代的 D-MAX 最大的亮点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长相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冷哉 而且很 muscular 的感觉 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这个 D-MAX 来的话 它应该会在这个本地的皮卡市场 造成一定的一个轰动 而在内装部分呢 相比起上一代车型它也是进步了很多 整个质感感觉上就是大加分 而且它的这个唱机还支援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 在这一方面算是跟得上时代了 既然都已经捕捉到这个叠照了 所以相信这一款新车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有消息就指出啦 这个全新一代的 D-MAX 将会在今年的第二季正式发表 你期待它的到来吗? 最后一支新闻也是本地新闻 那就是 Prodoa Compact SUV 其实这一款国产SUV 相信应该会是今年最受瞩目的其中一款新车 它是 Prodoa 首款搭载 1.0L 涡轮增压引擎的车 Turbo 哦 而且它在这个安全背面方面会非常的丰富 根据我们所获得的这个消息 这款新车将会拥有比以往更加先进的主动式安全系统 被称为 ASA 3.0 那这个 ASA 3.0 相比起之前 出现在这个 Arus 以及 Myvi 的 2.0 又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它的这个前方碰撞预警的侦测速度啦 从之前的 80 km 提升到 120 km per hour 也就是说在这个 120 km 以下呢 它都能操作 而且不止如此哦 这个 ASA 3.0 还会拥有像是 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维持辅助 车车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它甚至还拥有 ACC 主动式定速巡航这个功能 而且这个 ACC 还是 Full Range 的 也就是全数域都能操作的 哇 这样子的一款车 竟然拥有这样完整的这个配备啊 看来这一台 Prodoa SUV 将会是未来的 Game Changer 而且我相信它也将会是我国市场上 最便宜拥有 ACC 的一款新车 至于发布时间是几时呢? 据了解啦 有可能会在这个 2021 年的第一集 也就是说 Coming Soon 了 你猜猜看它会卖多少钱呢? 好啦 那以上就是这一期的 美洲360 的所有重点新闻了 就不知道上面的这几个新闻里面 哪一个是你最感兴趣的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是小明 在这里我要呼吁大家 现在疫情当下我们这个 Case 是越来越多啦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乖乖带在家 多收看我们 Automagic 的这个影片 支持我们 我们下一回再见 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啊 拜拜